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九场的赛事 第九场就是二班的1200米 这场又有明星马,梦想成金出场 1.9倍开飞,过完关就1.5倍 最后阶段是1.8倍 对手是显心星呢? 显心星的这场开飞是3.2倍 开炮时又热一点,下来是2.7倍 美丽掌声开飞26倍 但开炮时就着了绿灯,下到19倍 第九场是二班的1200米 又有明星马在这里 梦想成金、显心星,看哪里就省点了 起步的时候出得挺齐的 快点外当的团结精神 中间还有好好学习 内档那边美丽掌声和激赏 大美的梦想成金起步第五、六岛 其实起步慢了一点 中间有明晋之星 外档迈来加州雷电 然后开心、好玩 还有初出马这些狂潮的贴栏 红黑贱那一匹 后些位置有莫浪球 显心星是A34左右 再跟着的马才看到胜利风范 后边韦小宝暂时包尾 入弯的时候前面戴头 暂时美丽掌声单旗带出来 团结精神首阅第二 贴栏第三上到了梦想成金 然后好好学习、激赏 后些位置狂潮涉上了一些 外档是加州雷电中间的明晋之星 然后有五匹的 内档数出来 就有狂潮、开心、好玩 显心星、莫浪球和大俠士 在美的队一来一来 外档那一匹韦小宝开始都延伸了 走到内档那边就胜利风范 入队最后300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还是美丽掌声带头的 追着他的特大门的梦想成金 其内有的 外档盖上来 加州雷电挺厉害的 但我当上来是韦小宝 还有100米的时候 前面的梦想成金 就过了美丽掌声 中间是加州雷电熬的 外档是韦小宝 但显心星打来就没什么 他最第一名是梦想成金 继续赢 第二名是美丽掌声 第三名是加州雷电 第四名是韦小宝 何宅瑶今天的第三场头马 分分钟有些机会 有些短途马王潜质的那只马 这些是接班的 很大机会接班 这只短途有什么马 香港今天最好的就是征徽 征徽 你说他跟征徽跑 他跑赢有什么好奇 何宅瑶说中距离短途 马王都分钟在手上 不过听听何宅瑶 赛后接受访问说 梦想成金也有机会 可能去跑这四岁马系列 又未必立刻去主攻短途 四岁马系列 我想他们最多跑到头关 就是头关1600 或者鞭筒左右 再长一点 应该很大疑问 但如果现在看他这样跑短途 又是很有明星风范 集中跑短途是否好一点呢 因为他跑得很轮盡 那只莫朗球 好像发挥不到 那里烹过一下 而且又入闸 他也很扭气 那只莫朗球今天 总断都发挥得不太好 跟他扭一扭 那只就是显森星 扭完之后 他又不太冲 你看这场 连明晋之星都冲赢他 有点失望 所以他能保持一马 你说要长期保持到的状态 连赢多少场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显森星星 开头就真是声味十足 那你现在这场场 都断断地揽 是呀 你说上次可能是嘉晴 你金长宿方黎川宇 都不爆 也不是很预期那种的表现 所以你说金枪六杀 或者梦想成金 这些不是很容易的 撑得到这么久的水准 好了 看看分断时间 头地13秒73 第二段22秒29 末段22秒83 总时间1分08秒85 那现在二班 接着九五分就上一班 但因为现在香港的短途马 好像都青黄不接 看到今天跑短途锦标 那些什么有理共赏 那些还跑到第四 好像水准真的不是那么高 所以这些当裔的质身马 真的接班 我也同意一定是接班 是啊 看看他会不会向短途的大赛发展 因为就是今天香港跑得最好的 就是征徽来的 可以去挑战一些老人家 就是你这么质身当起的马匹 这一场也有回到来 就是问莫雷拉显心星 就是刚才所说 就是他说在直路组段 也曾经失去平衡 不过他说都不可以 因为这样就将这只马 不能够加速是归咎那里有个碰撞 那两匹都是遥远升空 梦想成金和显心星 但显心星暂时就似乎 因为你如果被魏小宝 是在你后边冲过的话 就是你是未去到那个层次的 而梦想成金就放在前面走 那就是了 这一匹当然希望他接到班 那未来的短途马 除了他之外 我数到还有哪些呢 可能速递骑兵或者仁和家兴 可能都有些机会接到上去 希望他们三匹都做到 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 回来再谈美场赛事